树民大头家 只剩下百分之二是濱临要限电 难道现在要照太阳卖离窥 赶快来救援吗 我们到一起来讨论 问教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菲鸿泰 大家好 立法委员高嘉瑜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好 境外移入 今天是101例 但是本土病例已经来到8822例了 而且陈时中今天被问到 秒回说明天就会破万了 好 来看新北市最多 今天是3241例 那当然台北跟桃园也都是破千了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 今天突然一下跟议会请假 大家怀疑疫情有变 就今天增加了268例 好 在今天当然中重症也都有增加 而且今天增加了一例死亡的个案 是一个男生 这个70跟50 有两个不幸死亡的个案 好 另外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增加的中重症有16例 不过当中你可以看到 这边中症增加14个人之后 还减1个人 因为它变成重症了 所以加到这边来了 所以中重症的人数 随着这个疫情的数字 在暴增当中 这个中重症人数 也在快速的增加当中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就是 从这个4月27号开始 取消减讯时连证 再也不用传减讯了 那么呼吁大家要下载的是 台湾社交距离APP来代替 不过目前为止没有罚则 鼓励呼吁大家赶快来安装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就是 今天这个家用快筛 实名制相关的这个政策 终于是公布出炉了 从4月28号 明天开始就可以去买了 好 这个叫做 口罩实名制1.0药局的通路 好 全国的4909家 健保特约药局 还有58个偏乡卫生所都可以买 没有年龄限制 每个人都可以买 但是要带健保卡或是居留证 然后每个身份证字号可以买一次 一份可以买到5G 每G是100块钱 然后也跟先前口罩一样 要分流又按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 单双号来分 单号135 双号是246 礼拜天大家通通都可以买了 目前的份数有1000万份 但是很多人就说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明天一听大牌抢龙 真的能够抢得到吗 而另外谈到这个软丰城 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接下来有可能要软性的封城 今天这个陈时中他秒回说 明天就破万了 还说我们有什么样的道理 会超过别的国家好几倍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预计估计三周以后 5月18号单日确诊会达50万 若有必要还是会软性封城 请问指挥中心看法 也不用等那么久 今天8822 昨天6000多成长了百分之三十几 这样的一情况 那明天就几乎是一定过一万的 柯市长 那提出这样的一个数目 确实也看起来也 蛮就是让大家会蛮不安心的 要破这个这样的一个世界记录 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们的NPI又做得比较好 那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道理 我们一定会超过别的国家好几倍 居中心宣布 昨天开始实施居家隔离三加四的新制度 从今天开始就有6.7万个人 已经解隔离了 不过居隔天数一下从10天变成了3天 还取消了PCR的筛检 也引发一介担忧 这样的做法其实太冒险了 同样是面对Omicron病毒 这两天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都在100例左右 显示国外的疫情正在趋缓 可是指挥中心是寸步不让 让这个入境检疫仍然必须要维持10加7 反观国内一下标称到了这个单日已经8000个人了 可是我们的确诊居隔天数是不升反降 而且还有人已经解隔离 但是还没有领到快筛试剂耶 所以这三加四一上路看起来乱七八糟 到底在急什么呢 立文 是的 大家都傻眼哦 有必要冲这么快吗 在通通还没有准备好问题一大堆的时候 就冲了三加四 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解割者可以进入自主防疫 但根本没拿到快筛试剂 三加四上路空有虚名 我们是拜托我们的离帐 我们才拿到那些试剂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办法 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三加四新剂从接触确诊者最后一天 开始算第零天 有民众至今未收到居隔单 也没有任何快筛试剂 究竟试剂从何而来 关卡中心面并没有它的资料 所以解割者当时是没有快筛 要请我去帮他拿 没有资料是不能领的 政策蛮混乱的 后四天自主防疫 快筛硬性才能出门 但只有阳性需要回报 其他全靠民众自觉 什么规定应该都会有不停化 都会造成破口 就连四天内禁止餐厅内诱 并免前往人多场所都无法查核 只能让解割者自由心证 我也不知道它是硬性还是阳性 没办法 顿局长张宏仁认为快筛试剂量能 明显不足 难以实行政策 应尽快解决供应和执行间的失衡问题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太了解是谁在估算需求 估算需求机制已经失灵 好 所以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非得要冲这么快三加四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这个月初跟到现在为止 当4月1号的时候 当时本土是100例 而境外移入还是高于本土有132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境外移入 就是边境管制是比较严格的 好 到现在4月27号最新呢 境外移入只剩下100例了 可是本土哇 是它的80倍啊 80几倍啊 是已经爆发到了8822例 但问题是境外并没有比较放松 反而是境内一直不断的在放松当中 那这样子的一个标准逻辑到底是什么 看不懂耶 好 所以环珊珊副市长就说了 三加四短短两天之内就公布了 全世界都在问 隔天何时要解隔离 因为解隔离要拿到快筛事件 因为每天都要养你才可以 譬如说去上班啊等等的 那请问谁帮基层公务人员想过呢 天下大乱累死三军 什么时候会累死三军 就是将帅无能政策错误嘛 你通通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吗 你真的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吗 你真的有这么急着要去选举吗 好 台中市也说了 解隔离超过3000人 台中市还不是疫情真的严重的地方 那么基层人员为了因应新制 开始在算解隔人数 好像在算数学一样 还要重新再开立居隔书 然后加班才做得完 原本居隔十加七 只要三支 现在三加四要五支快筛事件 反而快速的增加快筛事件的需求 然后还要负责快筛站的工作 基层人员都已经快要暴动了啦 快筛事件在哪里 台南的防疫人员也说 薪资一宣布马上就上路 你真的是要逼死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啊 所以啊 这些人是不是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呢 还是管你基层去死 好 4月26号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三巨头在干什么 蔡英文就出来了 蔡英文这两天讲话呢 网友也暴动了 就觉得就说你真的是脱节的 太严重了 然后蔡英文说劳动结廉价就要到来了 但疫情还没有到到高峰哦 确诊指数还会持续的增加 就是不讲 一讲大家火气更大 你跟陈时中跟蔡英文是怎么回事啊 每天都告诉我们说 现在还是很轻松的小菜前菜而已哦 后面会更严重更严重更严重哦 所以你讲完之后 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既然总统跟指挥官都说会更严重 所以严重是正常的 是这样子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们准备了什么嘛 有提了四大防疫措施 说轻重症要分流 要重点的做疫调 要快筛十名次 还要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讲完之后网友就说 你可不可以讲一点我不知道的 这叫做超前部署吗 还好世界上都跟不上台湾的防疫 缺口罩又缺疫苗又缺快筛 台湾真的是世界No.1 好那苏贞昌也说了 应该是苏贞昌 跳出来讲说3加4 然后回溯居隔超过3天的 今天就可以结束隔离了 那大家在问说 为什么现在都变成苏贞昌出来宣布 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是在干嘛 来然后快筛四季 其实说实在的大家都很缺 只有高雄真是天之骄子 只有陈其迈说他很充足 连桃园跟台南都说 是不是可以开放给地方政府自己去买 因为在台湾买不到 云林也说有钱买不到 新北市也说只够用一天半 就马上断催 基隆彰晃苗栗新竹都只好说 中央赶快配发吧 但是没有米怎么发 米缸就已经见底了 然后你现在还要祭出3加4 那快筛四季你根本通通都不足啊 那要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在毫无武器的情况底下 就让民众肉身站在第一线去面对Omicron呢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病例暴增又买不到快筛四季 双北地区各大医院急诊室 集满了排队等待筛检 这个要做PCR裁剪的人潮 急诊科医师就说了 现在的急诊医护上班真的比过年还要累 而且传出有行政人员已经穿防护衣好几个小时 而中暑送到急诊 医护医护人员都说 希望政府赶快解决问题 不然的话真的会瘫痪医疗系统 急诊室外筛检站涌现人潮 民众一来就拿出快筛阳性检体等候裁剪 新北市联谊三重院区近期几乎每天 快筛阳性者筛检民众源源不绝 更传出有行政人员中暑 镜头一转台北市联谊仁爱院区 也涌现排队人潮 医护跟行政人员几乎快忙不过来 抢救急诊室脸书粉砖 PO出看诊登记表 4月26号晚间约两个小时 就有44名病患要求裁剪 筛检站排的鼻灯演唱会还夸张 急诊科医师田之学直呼 各急诊室已成变向筛检站 需要开设更多社区筛检站 并启动分流机制 别让急诊在战役刚开始就瘫痪 急诊医师陈亮府认为 急诊暴人潮原因 社区裁剪检站很少 社区裁剪站晚上没开 快筛试剂买不到 加上常规病人没变少 医护比过年还要累 蔡总统昨天视察指挥中心 提出了防疫措施四重点 而行政院讲苏贞商 更是在专家会议之前 就拍板三加四的居隔心事 如果高层早就有既定 心中所想的防疫政策 那陈时中部长还听得进 专家的意见吗 快筛实名制 现在终于说明天就要上路了 可是先前民众疯狂抢买 已经好多天都买不到 很多人也很担心 明天一开始一定大排长龙 那也不见得排队买得到 专家也认为 我们的抗病毒药物 根本准备的不够 因为美国的民众 在一般的药局 社区的卫生中心 还有医院 政府的医疗机构等等 都可以很快取得辉瑞的口服药 而且高风险族群 还可以免费就可以拿到 那我们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这个蔡总统昨天就说了 病毒越靠近越要冷静 可是很多人就要问了 抢不到快筛实 既然1922打电话去 怎么打都没有人接 这老百姓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冷静得下来 这个对抗病毒就像打仗一样 那病毒越接近越要冷静 这是我们山兄统帅告诉我们的 我请问你 敌人如果越接近 你是手无寸铁的话 你怕不怕 如果敌人越接近 可是你的头戴好了头盔 身上有仿弹的仿弹衣 然后你手上有武器 可以跟病毒来作战 你当然就不会 你当然就可以冷静 否则你是讲风凉话 叫我们喝西北风 不是这样子吗 回顾疫情 已经两年多了 台湾这一阵子才开始严重起来 那两年多来 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你政府如果能干 官员能干 百姓就会冷静 你官员不能干 不称职 你百姓要冷静什么 手无寸铁 你要叫人家冷静什么 要拿什么跟病毒来抵抗 要药品 药品不够 要施剂 施剂不够 民主开始要排队 疫苗 疫苗也不够 前面的口罩 也是问题很多 而且现在你给了我们 你要买了一一剂 你应该可以开始看 身份证最后号码 排队开始买 我要请问你 一个司机多少钱 我买一份多少钱 一百块钱 对 很大的恩德 对 把它三百下一百 对不对 那我求你 你给哪个国家买的 你给哪个厂商买的 你进来的价钱 一剂是多少 你给他买的价钱 现在你卖我们一百块钱 我们这个不是以 小人自务杜君子之心 请问你口罩 我说我多少次 就在这个地方 你跟厂商哪三块半一个 卖我们五块钱 你公卖了几 多少个 好几个亿个了吧 那中间的差价也累积了好几个亿了吧 好多个亿了吧 搞不好十几亿都有了 所以这钱到哪里去了 而且立法委员 国民党呢 人数少 问了也白问 民进党自己也不会去追踪问题 替人民看好荷包 你买了口罩 买到现在为止 你政府买了多少 收购了多少 你总价你付出多少 你一个赚人家一块五毛 你赚了多少钱 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这是小钱吗 我等一下就希望高嘉宇委员可以回答我 这是小钱吗 对不对 这个不需要交代吗 那你现在又要卖我们口罩 一百块钱 一个 这个司机一百块钱一个 大家觉得比三百块钱便宜很多 穷困的家庭呢 如果他家有六个孩子呢 不筛检不如去上班呢 一个一块钱 六个就是六 一百块就六百块钱呢 那你一个月下来 你要他花多少钱 这么穷困的家庭 你要他花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你要告诉我们 不是买得到的问题而已 还要告诉我们 你用什么家钱买的 你要让百姓买得起吗 最后你可能就懒病了 不信的话 药品在哪里 你的药品在哪里 两年来你在做什么 要疫苗 疫苗不够 要不然就是人家不要打的疫苗太多 我也不要点名 那个疫苗叫什么名字 湿剂早就这么严重了 你的湿剂 你要人家筛 却没有足够的湿剂 药品呢 最后的救命的东西 药品 药品也不够 那这个政府两年 有在睡觉的吗 百姓纳税人 交这么多钱 养你们这些 关系是让你们睡觉的吗 然后现在告诉我们 病毒越接近 越要冷静 你当然可以冷静啊 川普中染疫 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药品 在照顾他 一般百姓有吗 所以我凭什么可以冷静 你告诉我总统 我凭什么冷静 我手无寸铁 病毒在接近我 我要怎么冷静啊 你告诉我嘛 对 委员刚问 太多国家机密了 可能要20年之后 才会解密这样 不过桃园确诊数 26号突然一下 就破千例了 一大早 这个社区的裁剪站 大排长楼 人潮是挤到爆啊 桃园市长郑文灿呢 在脸书上就po文 坦诚说桃园的快筛 数量也不够了 可是他又呼吁公司 不可以再开游览车 载着员工来筛检 哇 很多老百姓 听说是无所适从 非常不满啊 甚至有人开呛市场说 那桃园也干脆封城算 桃园26号 确诊数首度破千 匡列居家隔离人数 也突破万人 又碰上快筛 世纪大缺货 民众人人自为 一大早筛检站 都还没开就被击爆 民众从帐篷内 排到帐篷外 队伍折了又折 绵延数百公尺 长到看不见镜头 桃园筛检量能拉紧爆 市长郑文灿 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桃园英贝有22万剂快筛 市府已经采购10万剂 但因为征用关系 还没到位 探称缺乏快筛试剂 但话锋一转 又呼吁企业建立 定期快筛制度 不要搭游览车 到裁检站做PCR 自我打脸的贴文 遭桃园市民 灌报留言区说 塞检站排到田皇地老 快筛剂还买不到 跑了快十家的药局 跟超商永远都是缺货 甚至有人说 干脆封城吧 医护都要吃不消了 有6.7万人 今天在凌晨0点钟 解除隔离了 但是呢 接下来未来的四天 他们天天自主防疫 如果出门 通通都得要做快筛 请问快筛试剂在哪里 好 现在全南试剂大缺货 现在只有高雄说 我的快筛试剂是够的 但新北市却说 中央发给他们的量 一天半就用完了 云林也说 有钱也买不到 好 苏院长之前不是保证说 这个快筛试剂会量足价稳吗 指挥中心也说 快筛试明制要开始了 要以筛减来代替隔离 可是现在 每天的确诊人数 这个陈时中部长 已经说明天就要破万了 而柯文泽说 台北市5月7号 就会台北破万了 那现在地方连送 居隔通知单的人力都不够 到时候 怎么有人去送快筛试剂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了 已经有人是 居隔期满之后 才拿到快筛剂 就算是要送快递 如果你不知道地址的话 请问要请谁送到哪里去 我们先讲这个四季的价钱 我听到了两个数字 一个是我们现在 这个柯文泽说 他自己要买 买50万的四季 一季多少钱 79块 政府征收卖给我们多少钱 100块 那差价就是21块 如果说一亿季的话 就是21亿 跟大家报个数字 柯文泽这79块 到底贵还是不贵 上个礼拜五 我陪着立文 我们帮这个前卫生 前那个署长 杨志良开个记者会 他说他买 他们要捐赠1000万计 一计多少钱呢 55块 那我们台湾的买的量 我们听那个蔡总统说 5000万计 1亿计 对不对 柯文泽差21块 1亿计是21亿 杨志良的55块 1亿计差45亿 你大家去上网看一看 我们从口罩 口罩在还没有 在抢购的政府征收的时候 一片口罩两块钱 一块多钱 后来变五块钱 大家为了要 都没有话讲 你赶快给我 我们去年买的高端的疫苗 881块 可以不告诉我 别的国家买别的国家 那个疫苗多少钱 政府 我们做了多少决定 要公布数字 就是不肯 他说那是国家机密 四季 平常讲四季很简单 在生医药界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这也不是秘密吧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们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钱 我们再讲第二件事 为什么三加四 我跟各位报告 一个很简单的统计的概念 统计的概念是 中间是平均值 各加一个标准差 它涵盖了多少量呢 是68%的量 资料 两个 左右各个两个标准差 是涵盖多少 是95% 三个标准的 它涵盖的99% 或者是全部 这就是以前 7加7加7的概念 要清零嘛 我要涵盖 几乎是全部 所以在去年 3加11 你做得不足 就产生了破口 同样的 有人在讲 我们现在把它翻範围 缩得小一点 是不是容许 跑在外面的量比较多 目的是什么 以韩国的经验 我从我不管 开始到最高点 再下来 时间两个月 香港比较和缓一点 我放的 我是用10天的时间 它不是3加4 10天的时间 7天或者10天的时间 所以它缓一点 要三四个月 台湾如果说 3加4天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希望快速 6月底又达到高峰 7月它就可以出去参选 这个逻辑 在统计上 一听就懂了 现在你刚才讲 俗生讲 今天就有将近7万人 可以自主管理了 它要连着4天 它要将近25万机 到哪里必须 台北市现在的库存量 不到10万机 新北市也是 新北市只够一天半的 请问你让这个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够跟人民怎么回答 提供人民什么东西 那人民最后骂的是谁 就骂的是你 县市政府吧 我刚才讲的 这三件事情 各位真的好好想想看 为什么那么贵 为什么要3加4天 你的药剂 为什么不事先做超前部署 而是事后落后的部署 让地方来执行这件事 所以你说 因为现在都买不到快塞式器 现在你看 这些急诊室大排长龙 要去做PCR采检 为什么 当中一定有人是 偷偷摸摸的想要去 因为没有买到快塞 所以就想说 那我去急诊室来检测看看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大家什么都没有 不过总算儿童是要打疫苗了 教育部昨天公告 6到11岁儿童 比照过去BNT的校园 接种模式 施打莫德纳 家长可以有7天的考虑期 最快5月2号开始施打 可是不过才一个月之前 当时卫福部的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小组 才开了专家会议拍板定案 说12到17岁的青少年 先不打第三剂 而且5到11岁的儿童 不开放接种新冠疫苗 才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突然一下从不建议打 变成要打了 而且打的是莫德纳 到底是为什么呢 莫德纳它的剂量 是50维克 和BNT相比可是多了5倍 12到17岁青少年 接种BNT 为什么更小的小朋友打莫德纳 这真的很合理吗 好 卫福部次长薛瑞元 今天在立法院就表示说 目前是可以选择 莫德纳疫苗的儿童剂量 那么辉瑞BNT疫苗 预计本周会签约 可是儿童专用的剂型数量 目前暂时还不确定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高嘉宇委员 那签约的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会到货 能够告诉老百姓吗 那么我们会买到多少剂 里面有多少的BNT儿童剂型的数量 可以告诉老百姓吗 因为卫福部现在都没有给明确的答案 所以每一次签约 都不告诉大家时间表 不告诉大家剂量 不告诉大家多少钱 为什么什么资讯都无可奉告呢 其实现在重点就是说 要打的小朋友 能不能打得到疫苗 那这些签约的数量等等 能不能足以供应 这当然是卫福部自己要去烦恼 但是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小朋友 会打这样子的疫苗 目前根据统计有意愿家长 要让小朋友施打大概三成 那我相信多数的家长 目前会先观望 也就是说 先看其他小朋友施打的状况 再来决定要不要让自己的小朋友施打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当然 它会去因应这些状况 去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 我们到底儿童疫苗的采购量 够不够 然后能不能应付 这些家长小朋友的需求 目前看起来 卫福部是有信心 能够足够因应的 那这个如果说卫福部它到时候采购疫苗 数量不足 想打的打不到 那当然卫福部要负全责 可是现在就像我们之前采购疫苗一样 也是一开始 其实关于能够进口到多少量 然后那个价格等等 其实一开始大家也都不清楚 那到现在其实卫福部都是一样的态度 也就是说 关于我们在疫苗采购的契约 整个过程 其实大部分都是保密的 那疫情不断的这个滚动 到现在其实不断的升温 确实对台湾来讲 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那到现在为止看起来 其实多数的人都已经打了将近三剂 到目前为止将近五成多 已经都打到三剂的疫苗 这是成人的部分 那小朋友当然 现在就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 打疫苗的状况 现在是家长最担心的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说采购的量呢 我是认为应该是足以因应的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